另外,中美华人戏剧联盟第三部年度大戏《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新闻发布会及开票仪式,于日前在洛杉矶比特莫尔千禧酒店举行 来自政商、文化及艺术界近百人出席了活动 中美华人戏剧联盟是洛杉矶一家专业的华人话剧团体 以打造洛杉矶最专业的华人演出团队以及每年一部大戏为目标 成立至今已经为洛杉矶的华人观众奉献了两部较好又较做的年度大戏 《情感调节室》和《疯狂话剧团》 成立第三年,中美华人戏剧联盟获得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剧作家费明先生大力支持 梅花奖和文化奖双料大导演、联盟艺术总监苏金榜先生携14位优秀演员 将费明先生最经典的话剧剧本《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搬上洛杉矶的话剧舞台 我们今年这个戏讲的是情感 讲的是人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爱情 是吧,我们不单单讲离婚啊 我们讲的是感情、爱情 是每个人都深刻体会到的情感过程 该剧以90年代高速发展的中国为背景 讲述了爱情与婚姻、现实与梦想的激烈碰撞和深度思考 此次演出,联盟的两位创始人杨洋、屈美林也将首次从幕后走到台前领前演出,令人期待 其实爱情在每一个年代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是原汁原味的剧本 但是我们是注入了很多新时代的青年对这个剧本的一些理解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这部经典品质大戏未应鲜火 吸引了《梦美生命》独家冠名 也获得社区其他企业及组织的赞助和支持 本次发布会也为刚刚在第14届中美电影节 获得中华文化传播大使殊荣的胡慧玲女士 颁发了水晶奖杯 感恩她对扶持年轻戏剧人的戏剧梦想 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凤凰卫视江雪东综合报道